哈囉大家好 我是怡芙 這一週呢 要來處理從機場出來 一直往右手邊一整個條帶的海灘 那 廢話不多說 就趕快來開工吧 董珍先把所有東西都給清乾淨 該撿的東西撿一撿 根據設計圖這邊會有河流 流過 然後整個懸崖都要打掉 好啦 重點是 開工快工 開始找吧 一片就好了 尤其欠儲 一星期的努力 現在從機場出來右手邊的沙灘 終於佈置完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成果吧 首先商店這樣一路過來 自取區 我把它切成了兩塊 這邊放的是DIY跟素材 然後還有工作區 然後這邊呢 把它用成像是海灘上的地灘 然後就把一些交換的東西放在這邊 沿著跑 哇 可以跟Oli一起做 這邊是個拍照台 然後這邊有一個很適合 在河口的海灘 都可以釣魚的露營區 過了河 這邊一路跑過來 原本這邊是堆滿了 健身器材的運動中心 這邊很久以前是和平的家 所以我幫他擺了很多運動器材 主題是海邊的度假公格的健身房 現在被我改造成SPA按摩館 好 跟衣柱 做SPA還可以聽音樂 現場鋼琴演奏 沿著旁邊整個小鏡跑過來 這邊是要做橘子圓 還沒有長大 在等它 然後沿路一直跑跑跑跑跑 這邊有一個 不是這麼張狂的寶箱 躲在樹蔭底下 這邊是釣魚區 衝浪區 然後下星期呢 還要改造 從狐狸船會停靠的 整個右邊的 兩層山坡 那就期待下週的改造吧 掰掰